插直模式动画 也就是在这个动画生成当中 这个图像的属性发生改变 它这改变的数学方法是什么 是突然间改变 还是缓慢的改变 那么这个就是在这个键码点中设置 因为我们这个过去当中这个图 就是在这个第五秒的时候 五秒之前这个构件是实体显示 五秒钟之后 图现就是线框显示了 那么在这个第五秒钟 就插入了一个简码点 那么这个插直模式 这就有五种 就是它如何从实体模式变成线框模式的 是线性变化的 还是捕捉变化的 还是缓慢的这个渐入式的 还是渐出式的 就像那种跑线双举线 和渐入渐出 这个呢就能控制 这个属性动画 它这个显示 这个过渡是不是很生硬 或者是比较平坡 这就通过插直模式来进行控制 就能控制住 就能控制住 这个项目的 是在这一步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